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室 新加坡延长到6月1号 马来西亚呢 暂时是5月12号 猜到了 有人讲猜到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呢 没有经历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也没经历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也没经历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是呢 这一次2020年呢 我们呢 是前所未有的 经历了这个生物战 加上 经济大萧条 这个经济大萧条 还不知道会不会像 19 30多年 40多年 那一样这么糟糕的那一种 不管是健康 或者是 经济上 对我们来说 都是 非常的挑战的那一种 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我们大家呢 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呢 我们需要做好和迎接 New Normal 新常态的准备 什么意思呢 未来的正常 将不会像以前的正常的 未来的正常呢 有一段时间就是社交距离 要受限制 大型的机会呢 也要受限制 那么我们呢 这一次呢 是可以讲说 遇到了 非常挑战 非常就是不容易的一种灾难 让这个病毒的 这个传播 跟经济呢 同时间绑在一起 可以讲是全所未有 我们大家都要 把我们呢 身上的几种免疫力呢 给搞好 这样呢 才能够在这波疫情 跟大萧条之下 能够生存下来 那么所谓的 我们身上的免疫呢 免疫力就是呢 我们健康的免疫力 我们要做好 我们财务上的免疫力 我们要做好 我们就是 人与人就是 相处的这种免疫力呢 我们也要做好 这个新常态呢 将会 完完全全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 大家一定呢 从现在开始 就要去习惯它了 不要等到 当限制令过了之后的 三到六个才去习惯 可能太慢了 我们必须要成为 这波疫情 跟这波经济萧条的情况之下的 幸存者之外 还要是成为 胜利者 这个就是 我们呢 为什么积极的学习的目的所在 那今天呢 很感谢大家来 我会用我最大的这个努力呢 以最简单 简而易懂的方式呢 和大家分享 如何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更加健康 当我们的免疫系统比人家更加健康的时候呢 这波疫情过后 我们就会比别人更加不容易的生病 或者是被感染 那么我们要恢复元气 恢复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就是 日 作息 或者是恢复我们的这个财务呢 各种各样呢 都能够比别人更加的就是优越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免疫健康的目的 最近呢 这几个星期 我们可以讲说 如果再过的六天 就是两个月了嘛 一个月呢 三月 十八到四月十八 那么现在五月 啊 一个月多 那么这个一个月多的这个时间呢 再加上第四个新管理呢 就是两个月了 那如果假设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 好好的充实我们自己 最重要一点 只要有健康的身体 留着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才烧 那么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今天在这一边呢 聚在一起的目的 我们大家呢 不需要成为就是专家 我们当然也不成为先家 不过呢 我们可以成为行家 什么行家呢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都一直不间断的学习 四个字 叫做吃的智慧 大家可以就是写起来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学习 吃的智慧 让我们自己跟我们身边的家人呢 能够通过这个吃的智慧呢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让我们的身体呢 更加不容易被病毒感染 让我们的身体呢 更有战斗力 更有本钱的 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走出另外一个康庄大档 这个就是我们来学习这个吃的智慧的目的 我们不需要就是吃什么含三针海味 其实很简单的东西呢 很简单的食物呢 就能够达到 那我们说吃的智慧呢 一般上呢 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容易去享受到吃的智慧 我们都会以超级食物的方式来呈现 那么超级食物呢 它就很方便 为什么呢 超级食物 它不需要就是去烹 真主蹲 你不需要很麻烦 就是要去厨房 去准备的那一种 就能够吃到 那吃到之后呢 又能够让身体健康 这个就是吃的智慧 当你呢 有了吃的智慧 说实在的一句 你的家庭呢 的成员呢 他们都应该感谢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身为这个家庭的这个顶梁柱呢 你有了吃的智慧 你会帮助自己跟教导家人呢 怎么样吃得更健康 为什么呢 很多的这些病痛呢 都是吃来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数据 什么数据呢 我今天下午就看到一个教授哦 在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他说呢 每一百个人哦 可能的话 以他们的判断哦 有整十五个人 就是百分之十五呢 会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不过呢 这百分之十五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轻症 只有百分之五呢 会变中症 只有百分之三呢 会变哦 危症 这是危险的症状 所以大家记一记啊 根据这个教授所说的呢 张教这个张教授所说的呢 每一百个人呢 有百分之十五 就是十五个人左右呢 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 那么 这一百个人里面呢 十五个人会感染新冠病毒 不过呢 不是每个人都会变中症 大部分都是轻症 那么呢 在这个患上的这十五个人里面呢 这一百个人的十五个人里面呢 有大概百分之就是 呃 五左右呢 到十左右呢 他可能会变成就是重症 那么有百分之五左右呢 会变成了危症 危症的意思就是呢 可能是属于很危险的那一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我就在看他所分析的 就发现一个现象 根据他的这个观察呢 他发现 很多患上新冠病毒的病人呢 他从轻症变成重症或危症 是这样子的 一般上大部分的人感染啊 都是危症 他不会变成重症的哦 他会好的 那么呢 有百分之就是五左右的人呢 他会变成重症 有百分之三的人呢 有百分之五的人呢 是直接 他感染了 就变重症 那么有百分之三的人呢 从重症 还变成危症 这边呢 是代表什么呢 他说 他发现 通常这些哦 患上新冠病毒的 病人呢 重症的 或者是危症的 都有共同点 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呢 都是营养不了 他讲一个例子 他说 在中国的最近 最近有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一些 中国最近呢 本土发生的病例就减少了 现在比较多的病例呢 是输入型 就是从外国回来的 他就说 从外国回来的 回到来之后呢 变重症 他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很多这些 从外国回来的人呢 他们回来都不容易 要坐飞机 可能要坐车 要坐巴士 那么呢 在饮食上都非常的不容易 他们怎么做呢 一直吃泡面 一直吃泡面 那回到国之后呢 要隔离 在隔离的这个酒店或住所呢 又在吃泡面 变成身体严重的不够营养 导致呢 轻症变重症 然后进入到就是 这个危症 这个部分 危症就是危险的症状 这样子一个角度 因此呢 大家 当生病的时候呢 不但不能够就是 吃的就是 简单或清淡 应该吃的更加丰富 我们这边丰富的意思不是呢 煎炸的丰富 而是呢 应该吃的营养更丰富 那么如果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营养呢 丰富的话呢 其实我们身体在被感染的几率就会减低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了 请大家记录起来 第二个重点 无时无刻 确保你每天的饮食呢 都有充足均衡的营养 这个是今天的第二个点 第一个点是什么呢 各位 第一个点就是 我们要学会吃的智慧 吃的智慧掌握好的话呢 就能够帮助自己跟帮助身边的家人怎么样 能够吃的更健康 远离疾病 远离就是病毒感染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点 今天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想要让身体免疫系统健康 远离病毒感染 让自己被感染的几率比别人低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最重要就是 要让自己得到均衡的营养 那什么叫均衡的营养呢 我们来看看 打个比方 一个人每天吃的很饱 每天吃的很饱 早上吃 Rotichanai 然后呢 喝Rotichanai 然后呢 又再吃 一碗面 他吃的饱吗 非常的饱 那请问大家 这一个Rotichanai 这一个面 跟这一个Rotichanai 奶茶 这三样东西里面 有什么营养素呢 有什么营养素 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呢 肌肤是没有 为什么呢 你吃Rotichanai 用什么做的 面粉做的 很多人有胃痛胃脏气的问题 面粉一旦吃多 你的胃就会不舒服 胃酸就会倒流 你的胃就会脏气 对吗 那么你当初吃的时候呢 是为了吃爽 吃开心 可是身体就会负担 那同个时间你吃面 请问面什么做的 也是面粉做的 那么吃进去呢 都是碳水化合物 那这些东西 它感觉给你饱 可是它对你的健康 营养素有帮助吗 肌肤没什么帮助 除了让你饱之外呢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让你变胖 又或者让你的血糖增加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 很多人的盲点 那么为什么呢 很多人不知道吃的智慧 我们Rodichanai可以吃吗 当然是可以吃的 那么面可以吃吗 当然是可以吃的 可是吃的智慧呢 它教我们什么呢 我们在吃的当儿 一定要懂得精明的吃 跟要懂得排 你懂得进呢 一定要懂得粗 那如果当你懂得进 要懂得粗的话呢 自然的 你所吃的食物呢 带给你的伤害呢 就会比较低 比起其他人 就会更加的低 这个就是吃的智慧 所以今天我们 至少讲了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点就是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大家一起呢 互相的学习 吃的智慧 吃的智慧呢 不需要进大学读三年的 我们常常就是 摄取知识啦 到就是网上去找资料 看书啦 那么自己亲自下厨呢 都能够增长 我们吃的智慧的知识 那当我们有吃的 智慧的这个知识之后呢 自然的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 保护自己的健康 跟家人的健康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我们呢 想要让身体的免疫系统健康呢 首要条件就是呢 每天都要懂得 怎么样去摄取 均匀的营养素 这个很重要 你怎么乱吃 我们管不了 对吗 你可能也不容易控制 要怎么乱吃 很难控制 不过大家要学会一个东西 懂得每天摄取 应该必须要的营养素 因为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 就是分析跟报道 很多染上新冠病毒肺炎的 这些危症 就是危险症状的病人呢 甚至导致死亡的呢 他们都是属于营养不良的那一群 你看为什么老人家 他容易就是死亡率高呢 营养不良 那营养不良 他就有什么问题 有高血压 有血糖高 有就是这个胆固醇高 的这些状况 当一个人 如果 他每天摄取的营养 是均衡的话 一般上 他身体是不容易发炎的 一般上 他是身体不容易就是生病的 一般上 他的身体呢 是不容易被感染的 他之所以会被感染 他之所以会有高血压 他之所以会有糖尿病 都是因为 他每天的营养 摄取不均匀 这个就是重点所在的 那如果你今天的 营养摄取均匀的话 你会比一般的人来得更加健康 好吗 这个就是今天的 第二个点 那么下来第三个点 我们就进入正题了 什么是正题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清楚要知道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今天刚刚的首相宣布了 我们的MCO 又在延长到5月12号 对吗 那么请问大家 现在大家都在家里 偶尔会出去买东西 对不对 那么呢 一些地方有新冠肺炎的呢 病毒的 他们已经就是封锁起来 或隔离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换上这个 被这个病毒干凉的机率 通过就是口水啦 或者是空隙上的粉末的 这个传播 是降低了 是没错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准备好 MCO解封过后 大家是否准备好 限制令解封之后 市场开放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出街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的身体准备好 来避免感染了吗 这个是重点哦 现在是在家里 跟出去就一个人 两个人出去 所以不容易被感染 请问当MCO完了之后 你是否准备好了 身体够强壮 比别人强壮 不容易被感染呢 为什么我讲这个 因为巴西就好 巴西呢 他解封 让人民能够出来了 一解封而已哦 两天哦 增加了2000个案例 2000个感染 一解封而已啊 马上增加2000个感染 所以大家 很多专家 他们呢 都做了一个判断 跟就是预估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 没有这么快的 就是会完结 它的这个传播呢 一直会继续下去 而且现在哦 新冠病毒哦 已经变种到7种了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SARS COVID 这个COVID-19 它的病毒哦 已经变种到有7种了 7种病毒了 这个是问 关键所在了 越来越凶的那一种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不是在家里哦 我们会不会生病哦 我们现在要准备好 我们自己呢 确保当 现新令 解封之后 我们在 出去做工的时候 我们出去 见人的时候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不容易感染 那么前面讲到两个了 我们第二个点就是呢 营养素 大家放心 只要呢 我们观察的这个数据哦 只要你的营养素足够的话 你比起别人哦 感染的几率是低很多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 要怎么来 避免这个感染 或降低感染率哦 很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 要摄取足够的 营养素 这个就是重点所在 那我们今天呢 营养素有好几种 今天我们谈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而且呢 一般上你身边的家里人 或者是你的上班的同事 通常他们都会缺乏 这种营养素 如果你是有摄取到 这种营养素的话呢 你将会比你的同事 比你的朋友 更加的强壮 被感染的几率会低过人家 这样请问 我们呢 现在哦 不跟人家比就是有钱 我们不跟人家比哦 我们比人家更厉害吃 我们比什么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比哦 谁哦 更加健康 我们比什么 我们比哦 谁不容易被感染 我们比哦 谁被感染之后呢 很快就是能够复原 只有轻症 这是重点所在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一个状况啊 一定要搞清楚 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 避免被感染 什么意思呢 每个人都有机会被感染 而问题是什么呢 被感染了 未必会就是发作 未必会有轻症 甚至没有症状 为什么呢 因为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已经战胜它了 所以它无法发挥作用 它无法在你身体 产生破坏 变成你就不会有问题 没有症状啊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请问大家 我们在MCO解封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准备好 我们在MCO解封之后呢 我们比一般的人 更加不容易被感染 又或者讲说 我们比一般人 不容易被这个病毒 公期让我们变成 轻症或重症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来分享的这个主题 那当你不容易 就是被感染之后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群体的嘛 当群体的时候呢 病毒它也很厉害的 为什么 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强跟弱 他好像是有读书的 他好像会去认识这样子的 他会去找出 他更好攻击的宿主的 如果他感觉 你这个宿主是很强壮的 他不会要找你了 如果他感觉 你身边那个宿主 是比较弱的 你的身边那个朋友 是常常咳嗽 身体比较弱的 他可能就会被挑选来攻击 也存在这个身上 为什么呢 病毒因为它一直突变 它会去了解人类的DNA 这个就是病毒它可怕的地方 那什么营养素 能够这么的就是棒 这么的厉害 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更加的健康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一种新的糖 你们很少听过的 通常呢 你们听说白糖 泡咖啡放的糖 泡奶茶放的糖 果子里面的糖 对不对 糖呢 基本上分为三种 第一种叫单糖 单糖就是所谓的葡萄糖 或者是果糖 这种单糖呢 吃得多就会糖尿病 糖第一种叫什么 单糖 OK 第一种叫单糖 它就是一个贪恋的糖 叫单糖 那单糖有哪些种呢 最特别的就是葡萄糖 还有呢 我们所吃的果糖 就是水果里面的糖 或者你喝咖啡的白糖 这个都叫单糖 那么什么东西 是让我们很容易血糖上升的呢 就是单糖 所以呢 大家单糖要少吃 那么就能够远离糖尿病 那么血糖就不容易上升 那我们有第二种糖 叫双糖 什么是双糖呢 双糖就是呢 两个糖以上的 叫 就是有两个糖的 它就叫双糖 那么双糖呢 它也是会让血糖上升 当然就没有单糖 这么快的那一种了 那么双糖的话呢 自然的血糖的上升 就比较不那么快 那第三种呢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多糖 多糖的意思就是呢 多过两种碳炼糖的 就叫多糖 因此糖呢 可以分为三种 那三种 糖叫做 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单糖 第二种叫 酸糖 第三种叫 多糖 OK吗 大家 请问我们的糖类 有几种 有三种 第一种叫什么糖 单糖 第二种呢 酸糖 第三种呢 多糖 OK吗 大家 可以 那我们常常吃的 这个白糖啊 水果里面的糖呢 它就是属于单糖 那么单糖要尽量的 就是少吃 因为多吃会让我们的 水糖上升 那请问大家 我们的糖类 可以分为几种 分为三种 第一种叫做单糖 第二种叫 酸糖 第三种叫 多糖 OK吗 OK啊 好 那我今天要跟 跟大家介绍 一种糖哦 它不但不会让 我们的水糖上升 它会让我们的 这个身体的 免疫系统 变成superman 这种糖呢 叫做 多糖体 英文叫 poly-saccharide 多糖体 为什么叫多糖体呢 因为它很多糖 它不止两个 所以它叫多糖体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多糖体 不会引起血糖上升 它不会引起血糖上升的 所以你有糖尿病的人 也可以吃 多糖体 不用担心血糖会上升 那么这个多糖体呢 它的好处就是 我们吃进去之后 我们的肠胃呢 不会把它给消化掉 它会直接去我们的小肠 然后呢 被我们小肠的绒毛细胞 吸收 吸收之后呢 送到我们全身血气 变成我们身体的superman 这个叫多糖体 OK吗 大家 再来啊 请问 糖类有几种 有三种 一种叫 单糖 一种叫 双糖 另外一种叫 多糖体 那么单糖跟双糖呢 多吃都会让血糖上升 基本上呢 单糖呢 对身体呢 是破坏多过就是建设的 应该要少吃 那请问什么是多糖体呢 多糖体就是很多糖 变在一起 变成很多糖 叫多糖体 那么多糖体 会给胃消化吗 不会 胃是消化不了这个多糖体的 那么这个多糖体呢 它就会直接到我们的小肠 被我们的小肠的绒毛吸收之后呢 送到全身血液器 成为我们的免疫细胞的一部分 帮助我们战斗战胜敌人 这个就是多糖体了 这样大家认识多糖体了吗 当你认识多糖体之后呢 你就要问了 到底什么是多糖体呢 什么东西是多糖体呢 这边给大家知道 多糖体呢 它 就是 通过动物 通过植物 通过真菌 或酵母菌 都能够得到的一种营养素 那么在这三种地方呢 就是动物植物或真菌呢 都能够找到一种多糖体 它的名字叫做 普聚糖 所以各位 当以后人家问你 什么是普聚糖的时候呢 你就要告诉他 普聚糖就是多糖体的一种 那什么是多糖体呢 你就告诉他 就是很多糖哦 结合在一起 叫多糖体 请问大家 普聚糖是什么来的 普聚糖就是一种多糖体 那普聚糖吃到身体去之后 会被胃消化吗 不会 胃不会消化 普聚糖呢 就会直接去到我们的小肠 然后呢 被我们的肠的这个小肠的细胞绒毛 吸收 吸收之后呢 送到我们全身的血液器啊 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 战胜敌人 战胜细菌 战胜病毒 这个就是普聚糖的 那么请问大家 我们讲吃的智慧嘛 当然我们希望说 我们吃的智慧里面呢 很多的营养素 都是来自于植物 或者是酵母菌 这样我们就不用通过动物 为什么呢 通过动物的话 可能我们需要面对就是 一些不好的杂质啊 所引起的连锁的反应 所以呢 我们都优先呢 通过就是植物跟 增菌 就是酵母菌那边去得到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种 补聚糖 它的名称叫做 β补聚糖1316 为什么叫1316呢 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的碳的数量啊 在前半那个喝爆 它有三个跟六个 所以呢 为什么叫 β普去糖1316 那么这个β普去糖1316呢 它很够力 非常的够力 西北够力 fantastic的够力 extremely的够力 为什么呢 太够力了 这个普去糖 我一直去研究它 研究到太够力了 为什么样子呢 因为啊 当我们的身体 摄取到足够的 这个普去糖1316的时候呢 它会帮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和增强到啊 比平时呢 更加的强壮 然后呢 它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本来和混乱的 或者是不活跃的 变成活跃 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厉害的功效呢 那这边我们先来 了解一下 什么叫免疫系统先 各位 你就把自己的身体呢 抵律成一个城墙 一个城堡 这就是我们的身体 那么呢 我们的身体呢 是一个城堡 一个大城市来的 你不免 会有敌人要来攻击 我们这个城市 那想要呢 保护这个城市呢 我们一定要有军队 对不对 军队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我们的军队呢 是非常的 就是有战斗力的 我们就能够把敌人给击退了 那么这个军队呢 就叫做免疫系统 那我这边想向大家 请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敌人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他是敌人呢 这就是问题了 病毒来的时候呢 你怎么知道他是病毒呢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会有一些人会感染新冠病毒 会被他感染导致肺炎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他没有办法认识 新冠病毒到底是好还是坏人 他无法去辨识 他无法去认出 新冠病毒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个是重点所在 你就算有大炮 我们的身体就算有飞毛腿导弹 我们的身体就算有爱国者导弹 我们的身体就算有雷达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如果情报单位不够强壮 我们的情报单位不够精明的话呢 很多的病毒就会绕过情报单位 然后再绕过军队直接去攻击细胞 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很容易被感染 那根据科学家这几十年的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呢普聚堂多糖体 在1910多年就有科学家去研究它了 所以普聚堂多糖体 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只是呢没有被发扬光大 这样几个状况 那我们就要好好去怀扬光大 那普聚堂多糖体呢 这个普聚堂1316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家 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呢 我们的身体会有就是白细胞 那么白细胞就是我们的军队 对不对 它里面呢会有巨石细胞 有吞石细胞 有T细胞 有B细胞 那么呢 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吞石细胞 有一种细胞叫做 这个什么 似酸性的这个白细胞 那么这个似酸性的白细胞呢 它是一种情报源来的 身体呢 有没有病毒来 那个入侵者 它是好的病毒还是坏的 是坏人还是好人呢 这个似酸力的这个白细胞呢 它会帮助我去辨识的 那如果假设我们的身体呢 一旦我们的情报单位 是做得不好的话 病毒就很容易攻击 那普及糖1316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 这个免疫细胞的辨识能力 提升 当它提升之后呢 它会让你再去认出 这个病毒是好的 还是坏的 这个能力呢 增加 当你的辨识能力 能够增加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更容易的 找出病毒的所在 当能够更容易的 找出病毒的时候呢 身体的军队啊 就能够很好的去打仗 当身体的军队 能够很精准的打仗的时候呢 大家就放心 你身体呢 就不容易啊 引起一种现象 叫什么现象呢 自体免疫啊 攻击 自己打自己 就这种现象就会很少的发生 当少发生呢 自然的 身体就不容易会有大问题 就不会有危险存在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很多的这个病 新冠病患心 被新冠病毒感染的 肺炎的这些病人 为什么他需要插呼吸机 用呼吸机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病毒入侵到他的身体之后 他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情报单位 没有办法去认出这个新冠病毒 进而让新冠病毒突破这个防御的这个防线 然后呢 攻击细胞膜 最后呢 进入到细胞里面去 去破坏我们的DNA 改变我们的DNA 让它突变 然后当突变之后呢 奇怪 我们的这些突变的这些细胞呢 它就一直繁殖 但在这个阶段呢 这些细胞 就变成不好的细胞了 这个时候呢 身体才开始察觉到 糟糕了 我们的细胞被破坏了 这个时候呢 头脑呢 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全部启动 讲说肺部被感染的全部来到肺部 所有的军队到肺部来做什么 做攻击 不管好的跟不好的 他们都攻击 当这些免疫系统好的跟不好的都攻击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肺就一塌糊涂的发烟 所有的粘液呢 死亡的好细胞或不好的细胞的粘液 全部粘在我们的肺泡 当粘住之后 肺泡不能够伏息 当肺泡不能够呼吸的时候 人就 呼吸不到 这个时候就要用什么 养 所以大家看看 关键点在于什么东西呢 就是 这个病毒 它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失衡 会让我们自体免疫 自己攻击自己 这个是可怕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普聚堂1316 经过很多实验的证明呢 证明什么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细胞的识别能力提升 当你免疫细胞的能力提升之后呢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它就会更加容易的去辨识病毒 当他能够更好地辨识病毒的时候呢 他就有机会 更好地派出兵呢 去针对病毒 给他殲灭掉 杀掉病毒 这个就是关键所在 因此 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呢 比一般的人更加健康的话 更加的有抵抗力的话呢 大家怎么做 别人没有 是别人的事情 你一定要有 就是别人不吃 普聚堂1316 那是别人的事情 你一定要吃 而且吃的越多 你身体的军队就是会越感谢你 就是这个状况 为什么说军队会感谢你呢 大家想想看 很多患上新冠病毒的人 今天你有听到哪个科学家讲说 我们已经研究到药 药可以治疗新冠肺炎了吗 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药 顶多就是什么 中国的双黄联中疫的这个角度 然后呢 美国的这个 Remda Silver 这个药物 那么 也是来治疗HIV 跟这个就是 其他就是这种 免疫失衡的病变的 这种药物来的 可是可以就是 保证一定治好吗 不能够 到今天还没有药物 能够治疗好新冠病毒 这样请问 这么多人好了 这么多人他好了 为什么他会好呢 为什么很多人患了新冠病毒 轻症的 或者是重症的好 在ICU的 OK我们讲 英国的首相 OK 英国的首相 他进ICU 现在出来了啊 为什么他会好呢 为什么他会好呢 那如果他是药物治疗好的话 自然的 每个人用药物就能够治疗好啊 无可否认 他也会用着一些药物 来控制那个病情 不过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 在经过调理之后 辨识出新冠病毒了 然后把这个病毒给打败 当把这个病毒给打败的时候呢 他的身体产生了抗体 身体产生了什么 抗体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普聚堂1316 除了能够帮助你提升 这个身体情报单位的辨识能力之外呢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 当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情报单位 这个辨识能力提升之后 这场仗打胜之后呢 他也就能够帮助你产生抗体了 那么这个普聚堂在产生这个抗体里面呢 是以间接的方式来帮忙的 因此呢 普聚堂 它就会让我们身体达到两种效果 一箭双雕一十二秒 什么效果呢 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的情报单位 提升辨识能力 第二个部分就是 帮助我们的身体 更快的就是有能力去产生抗体 来对抗病毒 这个就是重点所在了 所以大家 疫苗呢 就是制造出来的疫苗 就是制造出来的抗体呢 还要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能够等一年多吗 我们不能够等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赶快的先让自己的身体 有能力去产生这个抗体 那怎么来 其中一种营养素就能够帮到我们 就是普聚堂 多 普聚堂1316 因为呢 普聚堂1316呢 它就是一种 能够附着在我们免疫细胞周围的一种受体 这种受体呢 它就像CID这样 好像情报单位这样 它能够让我们识别 敌人的能力呢 大大的增加 几倍甚至几十倍 看你身体的营养的这个状况 这样只要我们的身体呢 能够让识别病毒的能力 大大的提升的话呢 自然的 你将会比别人更加的强壮 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样大家会感觉 恍然大悟了吗 原来身体呢 要健康 原来身体呢 要强壮呢 并不难的 要怎么做呢 得到足够的营养 那么其中一种营养素呢 就是普聚堂1316 那很多人就会问 有些市面上的普聚堂 是13 有些是1314 有些是1316 那哪一个最好呢 那我告诉大家 1316是目前最好的普聚堂 可是呢 1316又有分两种 一种叫短链的1316 另外一种叫长链的1316 那我给大家知道 普聚堂呢 如果要达到最好效果呢 我们要吃长链的1316 为什么呢 当它的链越长的时候呢 它越不容易被消化 那么它就越容易 就是bypass 就是绕到过这个肠 这个胃部呢 到我们的这个小肠去 被吸收进到血管里面去 那么当它是长链的话呢 它到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之后呢 会更加就是 有能力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辨识能力的去提升 这样请问 我们的这个普聚堂应该什么地方来呢 我就给大家知道一下 一些动物呢 我们讲植物的 那大家会发现哦 在市场上呢 有一种多糖体 它叫做普聚堂1316 它也是1316 也是粉状泡水喝的 喝了之后呢 它的标榜能够降胆固醇的 降就是血糖的 这种呢 通常在法博士都有卖 它是通过什么地方拿到这个普聚堂1316呢 通过就是燕麦跟大麦 OAT跟BALI 燕麦跟大麦 去萃取出来的普聚堂 那么通过燕麦萃取出来的呢 通过燕麦或者是大麦萃取的普聚堂呢 一般上它这个普聚堂的功效哦 通常是针对什么呢 降血压 降胆固醇 降血糖 这个是燕麦或大麦的普聚堂1316 什么地方来呢 蘑菇呢 也能够拿到 就是普聚堂1316 然后蘑菇的这个普聚堂1316呢 它一般上呢 它没有降血压 降血糖的功效 不过呢 它有提升免疫系统的功效 那第三种的普聚堂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酵母菌 那么如果是来自于酵母菌的普聚堂1316呢 它就有哦 前两个的功效 它有度饮万的功效 就是呢 来自酵母菌的普聚堂1316 它除了可以降就是血糖 像血压之外呢 它也能够帮助提升免疫的系统的健康 所以呢 如果你是吃燕麦或大麦的普聚堂1316 它就是帮助你降血压 降糖固醇 如果你吃的是蘑菇类的普聚堂1316的话呢 它帮助你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健康 如果你吃的是酵母菌的普聚堂1316 它两个功效都有 能够帮助降血压降血糖 也帮助就是这个提升免疫系统的健康 所以请问大家 你是要吃燕麦来的这个普聚堂呢 还是要吃蘑菇类的普聚堂 还是要吃这个酵母菌萃取的普聚堂1316 这样大家应该清楚了 因为酵母菌的普聚堂1316呢 它同时间具备了降血压 也同时间具备了让免疫系统更加的健康 那这个普聚堂1316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呢 是的 每个人都可以吃 也没有限制时间 也没有限制饭前或换后什么东西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够吃 吃得越多 身体就越健康 吃得越多 身体的战斗力也就更加的就是 我们叫平衡 更加的就是均衡的那一种 我们这边所强调的免疫系统的均衡是什么意思呢 打仗攻击跟防守要一起 一枚的打仗 一枚的攻击 可能呢 你就会自体免疫攻击 自己攻击自己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攻击跟防守都一起 那怎么做呢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它本来就具备很多军队了 你给它足够的营养 它就会攻击 可是呢 防守很重要 到底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一定要懂 然后呢 要最重要的是 防守的部门呢 里面通常 通常都有什么 情报单位 一定呢 要让我们的情报单位 活约起来 这样子呢 我们的情报单位呢 只要一旦活约起来之后呢 它就能够协助我们的这个 攻击的军队呢 很精明的去做防御的工作 这个就是普去谈1316了 那么大家想想看 如果从今天开始 你的一家大小 就懂得精明的去摄取 普聚糖1316 不但哦 能够就是让免疫系统的 识别能力增加 能够让免疫系统 更加就是精准的 去认出病毒在哪里 还能够同个时间 帮助胆固存的 这个就是调节 帮助血压的这个调节 帮助血糖的调节 这么多的功效 在一个营养素里面 所以呢 我把这个营养素叫做什么呢 钻石营养素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它 好好的去应用它 用这么简单的这个营养素呢 就能够让我们 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兵士呢 就马上升级变成Superman 这个就是普通的糖 1316 糖的好处 就在这一边 那么当然 为了 1316 能够 效果呢 我们也要确保 我们常常的 就是摄取到 足够的益生菌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人是细胞做成的 对吗 请问人呢 是多少个细胞做成的呢 人呢 其实是60兆细胞做成的 60兆啊 60兆的细胞做成的 这样请问我们的身体 有病毒细菌吗 有的哦 我们身体的病毒细菌 有多少呢 每天无时无刻啊 我们身体 大概啊 计数着啊 1万1 10兆啊 10兆啊 的那个 病毒 那我该讲了 我们的细胞呢 是60兆的细胞做成的 我们的身体呢 无时无刻都寄出了 10兆的那个 病毒跟细菌 那么如果你想想看 我们的身体呢 70%的军队都是在肠跟胃 如果你的肠跟胃有问题的话 如果你的肠跟胃有问题的话 你的免疫系统啊 也就会跟着啊 不健康 这是问题所在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大家想要身体健康的话 除了我们要摄取足够的 普聚糖1316之外 我们同一个时间 也要确保 我们的身体的这个 肠道呢 的军队免疫系统呢 也要健康 因此呢 我们的鼓励什么呢 如果你在吃这普聚糖1316的同时呢 应该也把义菌一起吃 两个这样子的combination的话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夫妻党 很完善 很完美 分开的话 没有力量 合在一起 力量 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同个时间 你在吃的智慧哦 是非常的 就是有智慧 为什么你会就是同个时间呢 把你的军队跟你的这个防守呢 一起做到位 义菌帮助你做攻击 你的这个普聚糖1316帮助你做防守 两个合而为一 有前锋 有后卫 懂得攻击 懂得防守 恭喜你 你把你的身体照顾的太好的那一种了 这样请问大家 有哪些人呢 是常常就是义菌跟普聚糖1316一起吃的吗 很少的 通常的人呢 都是吃义菌很多的 几乎大大小小 每家美户都会吃义菌 可是请问 有每家美户都义菌跟普聚糖一起吃吗 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的地方 那么呢 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当我们把义菌 糖1316一起结合起来之后的话呢 防守跟攻击一起拿到位的话 自然的 你吃同样的分量 搞不好是别人吃的10天的分量 因此精明的吃非常的重要 那么 常常都会吃就是这个了 这边有三个颜色对吗 Inchagat 魏斯康 它有什么颜色 它有红色 它有橙色 它有蓝色 对不对 有三种颜色 那请问大家 这三种颜色里面呢 我们姑且讲就是红色这一个 请问 这包东西是义菌而已呢 还是普聚糖也在里面呢 还是说两个都有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大家都误解了 很多人都以为它只有义菌 其实不是的 这包Inchagat 魏斯康呢 它最主要的主打就是呢 它有普聚糖1316 而且呢 这个普聚糖1316 它的这一个含量呢 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然后呢 也含有就是丰富的 人体和益生菌 所以当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之后呢 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去的话 在于这个防守跟攻击的部分呢 能够恰到好处 发挥最全方位的作用 就是这个Inchagat 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要改变讲法了 不要再告诉人家 或问人家 你有吃义菌吗 吃义菌吗 Inchagat不止义菌 义菌其实哦 是配角 Inchagat 它最重要的主角 主角是谁呢 它是普聚糖1316 所以从今天开始 明天开始 你见到人 会在你的这个Facebook也好 在你的这个微信哪里都好 从今天明天开始 你不再是问人家 有没有吃义菌了 你应该改口问什么 请问你吃1316了吗 请问你吃1316了吗 那么你就有话题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很少人在吃 大部分的人 几乎了 十个里面可能七到八个 可能都在吃义菌 可是呢 十个里面搞不好 只有两个人 再吃 普聚糖 以后呢 再叫它义菌了 你叫它什么呢 1316 什么是1316 你就可以跟它解释 它是普聚糖 13 普聚糖 帮助 要加强防守 帮助身体 加强进攻 这样进攻跟防守都到位的话呢 这个才是叫做全方位免疫系统健康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再是一昧的就是追求免疫系统强壮 提升免疫系统的 我们追求什么 全方位免疫系统健康 只有全方位免疫系统健康 我们的这个身体哦 才能够有保障 我们只有全方位免疫系统健康 我们才能够确保攻击跟防守都恰到好处 两个东西都不会 从今天开始 大家都认清楚了 1316 1316 1316 那么当更多的人他了解1316之后呢 也代表说你就帮助更多的家庭 掌握到吃的智慧了 让他们通过营养术 就能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达到全方位的健康 好吗 这样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分享是否 进来了 该断了一下 OK了吗 OK了哈 刚刚断了一下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复习好不好 我们来做一个复习啊 首先第一点 我们可以呢 通过学习吃的智慧 让我们的家庭成员呢 变得更加的健康 当你懂得吃之后 自然的 我们讲说病从口入嘛 当我们懂得吃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啊 就会更加的健康 我们就不容易被这个病毒啊 或者是疾病给产生 那第二个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要身体健康 让我们远离疾病 让我们的抵抗力更加的健康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确保每天都能够摄取充足或均衡的营养素 只要我们的身体营养足够的话呢 自然的 我们身体就会更健康 每天告诉自己 我们要吃得健康 要把营养素吃得均衡 自然的 你就比别人更加不容易的生病 那么下来 我们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种营养素 是能够让我们身体的情报单位提升的 那是什么营养素呢 它叫做普聚糖1316 请问糖有几种 有三种 有哪三种 第一种叫单糖 第二种呢 叫双糖 第三种叫多糖 那么多糖体呢 这种多糖体呢 有哪些代表呢 最出名的叫做普聚糖 那普聚糖呢 可以什么地方来 它可以通过就是燕麦 或是大麦来 如果普聚糖是通过燕麦 或大麦来的话呢 它没有免疫的功效 它主要是帮助降血压 降糖不存 如果普聚糖1316 是来自于蘑菇类的话呢 它能够帮助提升就是免疫的系统 如果普聚糖1316 是通过这个酵母菌来的话呢 它两种功效都有 就是能够帮助降血压 降血糖之外 降胆固醇之外 也能够帮助提升 或者是促进免疫系统健康 这样我们一直提到的 免疫系统到底是要强壮 还是要平衡呢 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追求平衡 就是所谓的全方位免疫系统健康 为什么讲全方位呢 全方位包含两个层面 全方位包含两个层面 哪两个层面呢 就是攻击跟防守要刚刚好 防守好 攻击不够好也没用 攻击太强壮 防守不好也没用 所以呢 攻击跟防守一起要刚刚好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假设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有全方位的免疫健康 自然的 我们的身体呢 也就会比别人健康 那怎么达到全方位的健康呢 在免疫系统方面呢 两个东西我们多摄取 自然的就能够比别人有更好的全方位免疫系统健康 哪两个营养素呢 第一个就是普聚堂1316 那么通过什么地方来最好 酵母菌 第二个呢 我们要摄取足够的抑菌 那么 为什么我们在Inchiaway以为 我们选择 选择人体菌呢 因为哦 卤酸菌呢 你可以吃很多 到我们的肠胃去呢 它杀死 不好的菌之后呢 它就灭亡了 它不会繁殖的 人体菌不一样 人体人体菌啊 它到我们的肠胃去之后呢 它会一直繁殖的 所以如果你天天吃 常常吃 你身体的人体菌呢 就会一直的繁殖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呢 当你能够同时的 把普聚堂1316 跟人体菌 就是所谓的双膝肝菌 一起吃到身体去的话呢 我告诉你 你就好像是一个 呃 运动员哦 既懂得攻击 又懂得防守 是属于全面型的运动员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这样大家想想看 我们以为 为什么会这么巧的 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呢 不是的 就是因为我们经过了 很长时间的 这个生物的 从生物角的这个研究呢 我们追求的不是 单方面的强壮或健康 我们一直在追求就是 全方位的健康 全方位的免疫系统健康 因此呢 把1316当成哦 就是一个让你身体哦 做最坚强的防防防御 做最坚强的防火墙的一个就是营养素 然后呢 让我们身体有很强的这个复制能力 防止能力的这个人体双肌杆菌来作战协同 一起呢 配合起来保护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这个就是整个全方位免疫系统的搭配 大家觉得棒不棒 1316 1316 希望解封之后哦 他开头讲哦 哈哈哈哈 大家自己啊 真挚已经出来了啊 啊 要好好的就是把握了哦 1316 1316 从今天开始 把1316哦 记录就是脑海里 把1316呢 跟人体菌做一个搭配 1316 请问你吃1316了吗 请问你吃1316了吗 把这个1316哦 给就是极大化的就是发扬出去 当你跟多一个人分享呢 搞不好你就帮助多一个人啊 达到全方位健康 达到全方位的免疫系统健康 这个就是1316跟人体菌的好处 今天的分享呢 大概就是到这一边呢 希望大家会获益 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讲的点非常的简单 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有记录进去了 第一个就是学习吃的智慧 第二个就是呢 每天让自己得到足够健康的营养素 一定要摄取足够的营养素 第三个就是 普及堂1316 你可以明天去做一个实验的 跟你身边的人哦 找十个人出来问他 你有听过普及堂1316吗 基本上十个人 应该是九个人 甚至十个人都没听过 那你就有机会跟他分享了 那么当我们有了普及堂1316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跟什么结合 跟我们的义菌 人体菌结合 那么普及堂1316 是做攻击还是防守呢 他是做防守的 那么我们的人体菌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攻击的 所以一个攻一个手 一来一回 一攻一守 是不是最佳排单 这个就是关键所在 如果你把普及堂跟一生菌给分开 搞不好你是浪费钱 那个叫有钱人哦 吃了之后浪费钱 那如果你是精明的吃 你把普及堂1316 跟我们的这个就是 一生菌 人体菌 双气感菌 结合在一起 那你就是精明的一个消费者 你就是一个精明的一个使用者 能够这么精明的 把两个全世界 最有战斗力的这个 人士或是武器呢 结合起来 让你身体极大化的发挥 最有效的就是这个全方位免疫战斗力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已经在吃着的 你是不是要跟自己讲一下 我真的是太有智慧了 原来我一直吃着这么有 就是意义的营养食物 对吧 给自己一个鼓励 跟一个鼓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很多的人呢 他们都在操心 都在担心着 未来怎么办 我今天才看到说 很多企业倒了 像什么企业呢 澳洲的 这个就是Virgin Virgin啊 那个维京航空 发挥复复复 倒闭了 很多人担心 经营不下去 会面对财员 或就是这个失业的问题 那我们在雨薇这一边呢 我们呢 不但不会面对 这个就是重资产的包袱 我们是以轻资产 共享经济的模式去运作 那么我们只要 让我们的身体调理好 让我们的身体 能够就是达到平衡的 就是这个免疫健康的话呢 当MCO解封之后 我们就比人家更有这个体力 更有这个健康的这个体魄 去面对了挑战 搞不好呢 这次的危机就变成我们的转机了 今天还有人 send message 给我 你懂他跟我讲什么吗 他说他 他非常的就是感激跟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在MCO很多的人呢 已经是没有收入了 已经不懂前途怎么样了 开销又要 就是还是有一些开销继续 因为还要吃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在我们的雨薇家人这一边 他还有收入 在这段MCO的这个期间 还有收入 你想想看一下 这是什么概念 所以呢 我们大家就是抱着 互相感恩的一种心情 那么一起把这个吃的智慧 给发扬光大 那帮助人健康 又赚到钱财 这种这么和乐而不为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多做呢 对不对 这个就是助人的一个事业 利人又利己 那么当大家都开心的时候 压力不大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开心荷蒙 也就更加的理想 当更加理想 免疫系统也跟着更加健康 所以呢 好的 正面的这个磁场呢 正面的这个思想呢 会帮助我们呢 跟身边的人也就是 很好地去克服 接下来这个难关 因此大家不用担心 只要呢 我们一起把这个吃的 好好的发扬光大 好好的去应用 与为的这个电商交往 共享经济模式 我们将会在这波的疫情啊 成为最好的胜利者 成为最优秀的胜利者 大家都会是成为哦 这个胜利者的同一艘船的传言 请大家就是不用太过就是操心 好好就是去把身体给顾好 好好的把身体啊 给调理到就是健康的那种 这样我们就能够一起合作 把前面呢 给就是会就是遇到的 或者是机遇呢 机会呢 好好的充分去利用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今天收获多吗 谢谢大家的捧场啊 那么我们之前 也谈过了这个 好油跟坏油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谈了蛋白质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谈免疫系统 这样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听的吗 下个星期呢 我们再来谈谈一些 也是在吃的智慧的方面 的一些议题好不好 希望大家 有很多 好好的把握